持續關心到金華城 弊案涉案層級拉高 昨天檢聯是大動作搜索 約談威京集團主席 沈慶晶 以及國民黨臺北市議員 印曉威等共十八人 結果檢察官漏夜訓問後 印曉威依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違背職務收賄罪 有逃亡篡政之餘 生涯境界 印曉威辦公室的執行長 王尊砍五百萬元交保 金華城董事長陳玉琨 一千兩百萬元交保 關鍵人物沈慶晶 則生涯境界 維京集團主席沈慶晶 二十八日晚間十點半 移送北檢復訓 他全程面帶微笑 但沒有多做回答 復訓後 檢方預令沈慶晶 生涯境界 維京集團主席沈慶晶 也是金華城創辦員 被控找上印曉威 協助處理金華城容積問題 檢方從印曉威帳戶 查獲與威京集團等人 有金流往來 懷疑收賄辦事 帶回省慶晶 印曉威 金華城董事長 陳玉琨等人 印曉威被移送北檢復訓後 檢方依貪污治罪條例 違背職務收賄罪 罪嫌重大 有逃亡串陣之餘 預令申請積壓境界 我覺得盡量就是幫忙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經驗 金華城閉案涉案 層級拉勾 除了印曉威與無限助理 被生涯境界 另一位呈信助理 兩百萬元交保 辦公室執行長 也是印曉威男友 王尊砍五百萬元交保 金華城董事長陳玉琨 則以一千兩百萬元交保 不僅陳玉琨曾對外喊冤 這一回省慶經也發簽字聲明 回應金華城容積依法令申請 更說柯文哲從未所會 反倒好市府到柯市府 都曾經有官員親自或派人來要過 但他沒有妥協 才讓金華城申請容積 不斷遭到報復 爭議持續收 從前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到多名讀委會委員 檢方日前密集約談數十人 就是要調查金華城容積率 在柯文哲任內 怎麼從百分之三百九十二 提高到百分之八百四十 尤其應小微的便當會 被控制關鍵轉折點 替金華城找解方 自創容積獎勵 除了金華城案 也有民眾與政治人物 高發北市科 果菜市場改建等案 柯文哲被指控的多起案件 連都要一一追查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